字幕志愉快 安静的家庭 我們跟一家人能夠在一起 我們付出了很大的成功 我的先生每半年 就要離來的關係 所以 他錄好聲音 讓他的聲音陪伴小孩 當小孩思念爸爸的時候 爸爸思念小孩的時候 我們怎麼勾靠 法律師宣 沒有聲音 跟我們台灣人結婚的丈人 因為我們的外交部不承認西藏政府發給他們的黃皮書 所以一直認為他們是一個沒有身分的 可以說難民 問題是我們國家又沒有難民法 在這種狀況之下 他們每一百八十天每六個月 甚至有時候每兩個月要出國一次 政府在解釋上 稍微做比較人道的解釋應該可以解決問題 但現在弄到他們一家 事實上很難要還原像我們過正常的家庭生活 就是我覺得很奇怪 既然外交部一開始他就因為不承認黃皮書 就不承認這個丈人配偶 那為什麼還要讓我們做境外面談 還要讓我們 就是花這麼多錢去辦那些手續 然後辦證件 既然最可惡的是 每出去一次再進來 就要辦一次疫情手續 然後每次都要抽血 淹HIV 但是你並沒有給我們疫情手續 你們並沒有給我們疫情簽證 我不懂你們外交部到底在幹嘛 那你剛開始一開始就跟我們民文規定說 本國人民不准跟流亡障人結婚 然後你們說流亡障人的這個黃皮書 是全世界都不公認的 只要結婚去到哪裡 哪個國家都不會 都不會給他們疫情居留甚至規劃 但是我告訴你你們錯了 我舉例英國好了 只要一結婚他馬上可以拿到 一樣是持黃本子的 IC卡的流亡障人 他只要跟英國人結婚 他馬上可以拿到移民簽證 兩年的移民簽證 然後到了英國去之後 他會給他馬上發居留 然後還有工作證 兩年後他們經過一個考試 就可以變成規劃為英國人 所以你們都沒有 你們其實都沒有要根本處理問題 你們就是就是不管他 剛剛友情也提到了 黃皮書其實是一個藏人的身份註記 由印度政府發的 而他們所有共同的狀況就是 在他們的黃皮書上面 被我們的外館註記不得轉拘留 他來到台灣之後 他只能當作過客 他只能當作一般外國人 遲的是停留 最短兩個月 最長六個月 六個月期滿之後 一定得要離開台灣 根據台灣移民法的規定 其實一般的外籍配偶 他進來台灣之後 因為他有婚姻的登記 他跟國人結婚 所以他只要一進來台灣 15天之內 就可以到移民署去辦居留 所以他就可以拿到一個外僑居留證 而拿到外僑居留證之後 他就不需要一直出境 而能夠在台灣 而且在台灣期間都享有一些福利 我們一般的外籍配偶等三年 拿外僑居留證就可以申請身份證 而大陸配偶要等六年申請身份證 我們這些藏人的朋友 他們連拿外僑居留證 或者連拿居留證的權利都沒有 因為他被註記了 他被註記不得轉居留 然後就一直得要這樣子 每六個月或甚至每兩個月 就要離開台灣回到印度 每次的這個旅程 光機票錢就要三萬兩千塊錢 剛剛我們的委員也有提到 他每次重新再申請各種文件 進來台灣的時候 又是一大筆的花費 很清楚的我們西藏的朋友 嫁給了台灣人 完全都沒有機會跟家人團聚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政府 狠狠的拆散我們這些家庭 我覺得第一個是 我們的外交部外管 不應該隨便對他們註記 我覺得他們要說明清楚 為什麼做了這個註記 告訴這些配偶說你們不能夠改辦居留 第二個事情 我們要跟移民署算帳的是 如果今天他們都已經有合法的婚姻登記了 真的是合法的婚姻登記了 他們也是我們國人的配偶 甚至都有小朋友了 移民署為什麼就不能夠直接發給他們居留證 讓他們好好在台灣居留 但是我覺得今天在西藏人的這個身份上面 我覺得台灣政府要去正式面對的是說 今天不發簽證 你說是主權問題 然後呢碰到藏人的時候 又另外再加了一個說是政治問題 我覺得如果說政府有任何的疑慮 請講清楚 跟藏人他的身份的問題 那我想因為這是政治上的考慮 所以我今天沒有辦法 從這個簽證的角度來做回答 世界各國對於持外國政見要進入國境內 世界各國都有一定的審查機制 護照只會發給自己具有本國籍的國名 才會發給 那旅行政見呢 各國家基於不同政策的狀況跟需要 會對於說對於不懼他本國國籍的人士 合發一些政見供他旅行使用 那中間最大的差別是說 持有護照者是本國的國民 因為是本國的國民 所以呢這個國家都對於這個持照人 有保護跟接納的義務 但是旅行政見呢就不一樣 所以各個國家對於他們所合發的旅行政見 都不一定的人民不見得有百分之百 保護及接納的義務 那我們從我們國家整體的安全跟立場 整體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對於所有的持旅行政見 申請到台灣來 不光是對印度的旅行政見 我們對所有全世界各國持旅行政見 要申請簽證到台灣來 我們都有一定的限制 而且原則上也都不會合發居留簽證 針對外交部合發的簽證 來給予外國人在台居留 那如果說他今天拿的是 平留簽證 那上面60件的平留簽證 好像沒有加住任何不得延期 或是不得轉辦居留的話 我們是會給予國人配偶這個居留權的 這是你們兩個單位應該要負的責任啊 因為都是我們的配偶 真的耶你們這樣子互推皮球 真的我覺得小老百姓不曉得該怎麼辦 真的黃皮書走遍全世界 藏人靠的就是這一本黃皮書 他沒有可能有生出別的護照 這個就是現實 難道台灣要默示於世界其他國家 對於西藏人的看法嗎 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嗎 在這個時候在這個立場上面 怎麼會這麼的荒謬跟倒退